高雄有家長帶著孩子到獸山動物園 沒想到卻被猴子盯上了嬰兒車 上前搶奪食物 過程中民眾還被嚇到摔倒在地 而在三民區則是有騎士在聽等紅燈時 僅僅一條常打近兩名的蛇 在斑馬線上緩緩過馬路 抱著孩子拉嬰兒車不斷後退 猴子沒打算放棄 反而越靠越近 兩隻猴子衝上來 其中一隻用力扯袋子 爸爸重心不穩摔倒 猴子搶走食物 孩子嚇到放声打哭 高雄壽山動物園有家長帶孩子 推嬰兒車竟然被猴子盯上 帶小朋友的話就是會很害怕 他會不會攻擊 很突然啊 有時候也沒辦法去遇到 就讓他拿了就對了 對啊對啊 明明就把吃的藏好怎麼會被盯上 專家表示就算藏好 但嬰兒車上掛滿東西 會讓猴子認為那些都是食物 他不會覺得那是嬰兒退車 他只會覺得那是一台美食攤車 他們都會認為說是有很高的機會 可以拿到食物 所以他們就會有靠近 然後想要來翻找這個動作 原方也用水彈槍去趕 更提醒藏土食物 而在山明區則有騎士停等紅燈 看到這一幕 彎彎曲曲爬行前進 一條長達160公分的蛇 居然出現斑馬線上 他好像就是迷了路 然後不知道該往哪邊走 很像在過馬路 影片PO網網友笑稱他在過馬路 也根據外型猜測他是網警蛇 俗稱臭青母 不過市區裡蛇光大街 猜想可能是有人飼養 投溜出來 雖然氣溫下降 但蛇為了壁東保暖 出沒住家或市區機率 恐怕不見反增 民眾務必格外留心 記者梁紫月 蕭志遠 高雄採訪報導